你这温度也不像发烧啊 怎么突然这么严重 我必须得走了 第五局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不能再打扰你练棋了 给你做了甜点放在冰箱里了 还给你做了果茶 你下棋的时候老是忘了吃水果 但是也要记得补充VC 不舍得你走 小景初乖 成了姐姐又不是走了就不回来了 我给你买的那个记忆枕特别好用 你今天晚上一定可以睡个香喷喷的好觉 我走了 我走了 儿子 你不会是生病了吧 没事 是一定经常这样 你这温度也不像发烧啊 怎么突然这么严重 原来只有晚上 今天不知道怎么了 从白天就这样 可是你这样会影响比赛吗 没事 没事的 放心吧 我去夜迹 我去夜晚了 好的 盛景初九段对战姚科九段的决战巅峰十番棋第五局呢已经正式开始了 盛景初九段对战姚科九段的决战巅峰十番棋第五局呢已经正式开始了 盛景初九段直黑 盛景初九段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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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景初九段直黑 盛景初九段直白 盛景初九段直黑 盛景初九段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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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打电话联系了 人民医院的副院长 还有几个科室的主任 他们说大学那些症状 应该是过敏了 没什么答案 过敏 脱米药 谢谢你 太沉了 可是我怎么给他呀 顾也没办法去叫暂停啊 那就要看你们两个人 有没有可能先又联系了 谢谢大家